第二要介紹的鹼土竹 皮美蓋斯貝雷 他基本上都是銀白色銀灰色 國中的學的只有兩個 不是銀白色銀灰色 跟我們前面講過了 他用化合物的方法存在地殼中 所以叫土 然後我們溶與水 氧化物溶與水成鹼性 所以叫鹼土 鹼土竹 鹼土竹 他的活性也是越後面活性越大 越後面活性越大 鹼金竹 鹼土竹是越後面活性越大 會跟等一下降到乳素不一樣 不過現在都不太重要 那麼要記得重點有 鹼金竹 鹼土竹都是屬於活性大的金屬 所以加西酸都會產生氫氣 我們講過了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是酸的重要東西 那麼誰是活性大的金屬 活性比青大的就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鹼金竹 鹼土竹都是 所以它都會有氫氣跟西酸會產生氫氣 鹼金竹在常溫之下 鹼金竹丟到水裡會作用 產生氫氣 鹼土竹不會 可是鹼金竹 鹼土竹碰到酸都會作用 都有氫氣 所以它有點不一樣 一個是兩個都作用 一個是脂跟酸作用 要記得要知道 分辨一下 這是第一個鹼金竹 鹼土竹要知道的事情 鹼土竹還有一個要知道的事情是 鹼土竹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白色沉澱 我如果沉澱幾乎都是白的 白的就不要沸了 把不是白的沸起來就可以了 碳酸就是碳酸叉叉 碳酸鎂酸鈣 碳酸背 硫酸鎂 硫酸鈣 硫酸背 要做鹼土竹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所以以前有做實驗 考試有出現 氫化肺加硫酸鈉就會產生氫化肺加硫酸背 硫酸背會有白色沉澱 蕭酸鈣加碳酸鈣就會產生碳酸鈣跟蕭酸鈣 然後這個碳酸鈣就有白色沉澱 這是鹼土竹一個重要的性質要記好 鹼土竹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是沉澱 白色沉澱 OK 剩下的小東西都看一下 然後鈣就是骨骼牙齒的重要成分 你的骨頭裡面鈣質含量不過要骨質疏鬆症 骨疏鬆症 女生比男生容易得到骨質疏鬆症 而且不可逆反應所以要從小就存好骨本 等到老了一旦骨疏鬆就回不去了 就回不去了 OK 好 骨鈣質 然後呢 骨呢 做煙火蹦蹦蹦蹦拍攝 搶光骨合金 什麼筆電啊 所有的鎂羽合金啊 氫啊 堅固啊 什麼之類的 欣賞一下就好了 下一個就是魯素 國綠秀典 選擇魯素 魯素都是有毒的 有顏色的雙原子分值 重點 雙原子 CL2 I2 雙原子分值有顏色 然後以前在魯汁中發現 所以把它叫做魯素 剛剛講到是有顏色的 這裡的顏色 以前非常愛考 現在不愛考 我們現在不喜歡考純死背的 叫做純死背 不愛考 但是還是希望你能夠背 八年級的段考考 八年級上級的段考考這個顏色 綠色黃綠色 繡色暗紅色 點是紫黑色 正好是氣態 液態 固態 而且正好氣體 液體 固體 這個點是固體的時候紫黑色 蒸氣是紫色 蒸氣是紫色 OK 顏色能夠背就把它背一下 雖然現在不愛考 會考也應該不會考 因為它純死背 但是呢 還是這樣寄到一下 就是魯素 OK 然後呢 它的活性就倒過來 它越後面 活性越小 所以誰最大 活最大 然後是綠 這個以前很喜歡考來做實驗 然後判斷誰活性大 誰活性小 然後問顏色會怎麼樣怎麼樣 這古獸很喜歡問 很喜歡問 綠的漂白劑 為什麼 八年級的話 老師可能有膠 漂白劑有兩種 你就來買漂白水 有兩種 一種是含綠系列的 綠系列的 漂白效果好 所以不適合漂白有顏色衣服 另外呢 是氧系列的 漂白效果稍差 但是可以來漂白有顏色衣服 然後殺菌 綠 再沙水裡面殺菌 這個應該是算生活小常識 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背 理論上生物交過 理化再交一遍 然後兩個都會好 如何檢驗電本 拿點液 它有反應的是點 要有點才反應 點液是點溶與點化夾 有點可以作用 點酒是點溶與酒精 有點也可以作用 你拿點液不行 點液是點化 對不起 你拿點化夾不行 點化夾那邊算是點離子 不是點 這不會作用 我告訴你 油點的才可以 點液可以 點溶與點化夾可以 點酒可以 點溶與酒精可以 拿點化夾容易 不可以 點化夾容易 不可以 顏色要背澱粉 深藍色 藍黑色 這個生物交過 理化再交一遍 好事會考 把它背下來 OK 這就是有關於乳素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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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